主人,他们走了,你要去哪儿,被纸给你引路。 楚寒脚步一顿,直接转身往回走,同时低沉着嗓音吩咐。 一会儿你仔细留意周围,如果有任何发现,随时告诉本王。 是。 很快,二人就经过了刚刚那个女子出现的位置,但是楚寒脚步不停继续向前,目不斜视。 王爷,前面就是花池的负债了。 嗯。 正走着,楚寒忽然站定脚步,然后朝着四周看了一眼,似乎是在自语。 到了。 主人,您还要找那道声音? 你仔细观察周围,有任何发现,都要立刻告诉本王。 跟确定那个背影不是谢遥一样,他在这里听到的那个声音确实是属于谢遥的。 他在这里,他在东奥国的京城,他没找错地方。 主仆二人找了一会儿,楚寒甚至将周围的一砖一瓦都看了一遍,也没有任何线索。 无风,我们回去。 主人,王妃可能刚好从这里经过,不如让卑职在这里候着,相信王妃还会途经此地的。 他深暗易容之术,我们找了许久也没有线索。 想必她是易容过了,不仅如此,谢老将军他们也是一样。 你可有把握认出易容后的他们。 我…… 夫人的易容术鬼神莫测,卑职,认不出来。 所以你站在这里,只会让他们认出你,而不是你找到他们。 他们找到卑职,那也是一样的呀。 谢遥如果知道他找到这里来,会直接离开,还是会主动见他。 一旦离开,他再要找谢遥的话,就真的是大海捞针了。 不必多言,没有本王的命,不可擅自在此守候。 是。